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学习 看看从约拿书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见神的座 没打开约拿书了吗 它也是很短的一卷书 约拿书按着先知的次序来讲 它算是比较早期的先知书 我们之前讲过约尔书也讲过尔巴迪亚书 那我们先来讲约拿书 约拿书也是比较早期 应该在主前第八世纪的一个时期的书卷 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 约拿的故事应该大家比较熟悉 但是我们还是要简单的念几段一下好吗 我们简单的念几段一下 好约拿书如果有翻到的话 如果还没翻到帮助他翻一下约拿书 好我要读一下约拿书的第一章全章 第一章全章 一样我念单数节 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 第一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雅米泰的儿子约拿说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 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 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 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 随手便惧怕 个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们将船上的货抛在海中 为要使船倾斜 约拿以下到舱 这是我的话 约拿以下到舱底的底舱 躺卧沉睡 传上的人彼此说 从这尘尘的人 为了这样子 起来 遇到的神 或者神 故不念我们 说了不知面 船上的人彼此说 来吧 我们撤迁 看看这灾临到我们 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撤迁 撤出约拿来 众人对他说 请你告诉我们 这灾临到我们 是因谁的缘故吗 你一定都是谁的缘 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 属哪一主的人 他说 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那 创造沧海汉地之天上的神 他们就大大举那 对他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他们明经知道 他躲避耶和华 因为他告诉他们 他们问他说 我们当向您怎样行 使海浪平静呢 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 他对他们说 你们将我来起来 套在海中 海中平静了 我知道你们早在 方向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那些人 接力荡奖 要把船拢来 确实不能 因为海浪越发 向他们翻腾 他们面经知道 我们说 不要把我们很聪明 不要离这个事情 使我们失败 要是有明显 对我们的灵魂 因为每个华 是非知的 第一十十一 他们所以将 约拿抬起 抛在海中 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那些人 愿大家 尽为耶和华 向耶和华 献祭 并且许愿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 吞了 约拿 他在鱼腹中 三日三夜 好我们读二章十节好吗 二章十节 耶和华 吩咐于 鱼就把约拿 吐在汉地上 好 这里面 到最后第四章的部分 第四章你们自己看好吗 就是有关 他坐在约拿 坐在淋泥围城的外面的部分 我等一下会提到 一点点的第四章 但我今天主要会在 第一章的地方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有人说约拿 约拿书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很多人会认为约拿是一个一所寓言 你知道寓言故事吗 寓言故事就是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 比如说像黄鼠狼笔记拜年 这种的方式来表明一种 要教化人心的一个故事性质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故事 不是真实的 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女孩子在那里读圣经 就有一个不太相信圣经的人 就跟他讲说 你相信约拿书吗 那小女孩就跟他讲说 我相信约拿书啊 她说现在科学世界了 没有人相信约拿书 怎么可能有人在鱼肚里活三天三夜 不会死掉呢 哪有那么大的鱼 可以把一个人吞到肚子里面去呢 约拿书是一个虚构的 是一个预言故事 让你们圣经的人读起来 觉得说这个故事叫化我们 这样子而已 不是真实的 然后那个女生就还是说 我还是相信约拿是真实的 而且我将来会到天上 我还会问问约拿 将来到天上 我问约拿 她在鱼肚里面到底是什么感觉 然后那个人就笑 那个女生 你不会在天堂遇到约拿 因为没有这一号人物啊 那女孩子想想 那你要帮我问问她 她不在天堂 她就在地狱 所以你要去帮我问问她 你知道个意思吗 就是有这个人 如果她不在天堂 我在天堂 遇不见她 那她就跟你在一起了 因为你不相信嘛 那如果约拿被刑罚在地狱 那你帮我问问她 在鱼肚里是什么感觉 换句话讲 这女孩子认定 这个书是真实的 约拿真实的存在 事实上我们也说 约拿是真实的人物 为什么 在王夏的地方你看 那个讲的是 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 他在美国以色列非常强盛 但是耶罗伯安二世不是一个好王 可是神为了拯救他的百姓 就让耶罗伯安的这个 国事还是强盛 这是为了神自己的名 神自己的爱 以色列百姓的缘故 所以吃恩 祝福了这个耶罗伯安二世 那个时候 约拿在那边服侍 你看他说 他收回指的是耶罗伯安二世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罗伯安以色列的神 借他仆人 加特西夫人 雅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 你看今天读的 是不是雅米泰的儿子 换句话讲 不是只有这卷先知书里面提到雅米泰 就连在历史书里面都提到这号人物真实的 所以他曾经对耶罗伯安二世发过预言 跟他讲说神要让你达到这样 神会帮助你 所以你要刚强行事 所以他知道这个王不好 知道 知道这个王被命神 可是他还是传达了神 祝福那个王的心意 可是现在 神要约拿去告诉另外一个国家 也是不好的 也是坏的国家 要他去宣告一个讯息 说你们不悔改 你们的恶经达到我面前 你们不悔改 我要刑罚 这时候的约拿却怎么样 跑了 各位 除了这一点以外 对不起 往下 好像不能跑 其实耶稣也提到约拿 对吧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说 你们想要看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 再不会给你们看 再不会给你们看神迹 然后一直讲 讲到后面说 当审判的时候 邻里为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邻里为人听了 约拿所传的旧悔改 看哪 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 更大 换句话讲 耶稣有没有认定 约拿是真实存在的 有 那个悔改的事迹 是不是真实的 是的 耶稣认定这件事情是真实 所以对基督徒而言 约拿书从来不是一个预言 也不是一个非真实 它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而记载下来 是要让我们从当中学习 可是你会发现 从这个先知书里面 它不像其他先知书 有这么多的咒诅 这么多的神的审判 这么多的那个 相反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神的怜悯 看到的是一个先知的 悖尼 但是从头到尾 他没有讲到这个先知 有什么样的 其他自我的 反省出到第二章 稍微有一点 以外 其他里面发现 这件书信 就好像 就看那个故事而已了 没有留下太多 可以思考 可是正因为这样子 我要跟各位讲 圣经里面留了 很多历史故事 历史事迹 他的目的就是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有好多的角度 去看见神怎么样 对 从这卷书来跟我们说话 你会发现这个是 约帕在这里 他从 从北国开始这样跑 你看 他跑到踏实 目前踏实 我们认为就是在当时候的 可能是 他要跑好远 有没有 他本来要到 泥泥围来 对不对 可是他跑到另一个方向 上帝要叫他往西 往西边走 然后偏偏 往东边走 然后偏偏往怎么样 西边跑 各位 这让我们想到什么事情 其实你会发现 约帕书中充满了 非常非常多的对比 非常非常多的对比 我们先来看 一个几个简单的对比 第一个 他缺乏对于 神缺乏怜悯心 他觉得神 赐福以色列人 可以 可是 这群人 名你为人 这群人 是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的 你会发现 约拿对你为人 缺乏怜悯 有没有 但是 随手对约拿 却产生怜悯 你看 你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有没有 刚才你读的第十三 第十二节 他们对他说 你 约拿跟他们讲说 你把我抬起来 丢在海里 海就可以平静 因为我知道 你们遭遇这大风大浪 是因为我的缘故 可是第十三节 跟他讲 第十三节讲什么 那群人 仍然怎么样 奋力荡奖 有没有 他有没有 听完就把他丢下去 没有 换句话讲 约拿这一号先知 他不想要 拯救 整成的人 可是这个船上的 外邦的这群 不认识神的人 却想要拯救 他一个人 你看见了吗 他们连 要牺牲 约拿 都没有做 都上前 敬畏神 他不要把约拿丢下去 可是约拿却愿意丢掉整个城市的人 你有看见这种对人缺乏的怜悯吗 这也是对我们跟约拿像不像 我说我这一天心理事 我们跟约拿都一样 我们对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不太会有怜悯的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神可以制服教会 制服骨体 没关系 不要制服那群人 那群跟我们不一样 可是那群人 对待 约拿却是包容他的生命 把他留在船上 奋力大脚 不想让船吩咐 你各位看到你 这样子的对比在哪里吗 谁叫怜悯 谁手叫怜悯 即便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可是谁手是叫怜悯的 在这个点上面 我们看见了极大的反差 接下来你看到 上帝广施怜悯 对不对 不如是水手 泥泥围城和牲畜 神都救呼 对不对 神都想救 对不对 可是约拿 你看到这个人 约拿怎么样 吝啬怜悯 他要随手一起怎么样 陪葬 船都已经快要翻覆了 他在船底下怎么样 睡觉 睡觉 我要死 你们跟我一起死 懂我意思吗 对人 不会有怜悯 甚至会 其实任何我们面向 真的就对我们而言 是教会的光景 教会有时候也是沉睡 整个世界已经快要毁掉了 可是教会在沉睡 直到世界把教会唤醒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某个面向来 我们不要认为教会是苏醒 不一定 教会可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危害 败坏 风浪 可是教会是可以沉睡 因为教会不想回应神 告诉这群人说 你以为你们要悔改 也许我们的信息 不讨人喜欢 可是如果教会不苏醒 回应这个信息 神的心意的时候 其实教会会沉睡 那教会沉睡 其实危害更大 你懂我意思吗 不仅那个沉的人 可能没办法得着救恩 这一传的人 跟你在一起的人 也跟着怎么样 损失 之前我也讲过 在另外一篇道路讲过 一个人的悖逆 不是只有影响你自己一个人 是会影响 在你周围跟你在一起的人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同样的一间教会 你的家庭里面 只要有一个人是悖逆的 你不要认为 那个罪子停留在你身上 会带来影响 而且你对人的生命 不会有感觉 不会有负担 而且我常常 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大的挫折 很大的难过的时候 我都觉得 主啊 你为什么不让世界末日 赶快来 你有没有这样想法 赶快地震 我们都死掉就好了 可是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啊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已经预备好 要到天上去了 所以现在地上 真什么事情都跟我没关系 我只要赶快到天上去就好了 可是神的心意 不是这样子吗 神的心意是我在这个台北市 还有好多人没有救到 没有得到救恩 我要去 我要你去跟他们讲 你怎么可以说 现在就赶快 我们走好了 各位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跟约纳相不相 相 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不要做的时候 就赶快 神啊 你赶快来吧 我们赶快解脱吧 这样就结束了 各位 无情 约纳因着他自己的悲逆 他从头到尾都知道 这项风浪是不是因他而起的 他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了不承认 还要连他撤签 撤到最后去 告诉我 你是哪一国人 对不对 你是很刚硬悲逆 你其实都知道 某些事情的发生 是因着我们自己做 我们自己弄出来的 可是你就是 不要承认 一直到事情不可收拾之后 你最后才说 好了 就是我了 那你把我丢出去就是了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这群人 舍不得把你丢出去 继续的当讲 想把你留在这个讲上 不要丢在这个船上 各位 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了 这种心态跟对比 我们真的很像约纳 再来我们看 约纳对植物 必马术有感情 对人怎么样 无情 有没有 必马术一天长起来 遮盖了他 啊好快乐 必马术死了 哦好生气哦 可是对人要死了 怎么样 没感觉 我们也会啊 手机坏掉了 好生气哦 可是对自己的儿子 一点滥心都没有 有没有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对人会有 我们对物 对其他 当然食物也有生命 但是我们会发现 人是受造物当中 最尊贵的 有神形象的 可是我们对人的 生命的损失 我们没有感受 但是约约纳你会发现 当然这个必马术对他是有利的 对吧 所以这个必马术消失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 可是他却没有想到 神看中的是这一群人 神使用必马术来教他 看见他自己的光景 神的怜悯是这么大 而约纳你的心胸 是这么的狭小 你可以领受祝福 你可以领受上帝 祝福以色列人 可是你却不能够忍受 神赦免约纳 尼尼为城 但同样的我要说 神赦免约尼为城 需不需要有人去做使者 要不要 我们也不要认为说 反正神如果定义要赦免 他就会赦免 不 神就是使用我们去做一个 使者去告诉对方要悔改 所以我们也不是去讨好 尼尼为人 我们也不是跟他做朋友 或者是什么 但我们是要跟他们 有友善的关系 可是别忘了 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信息的 他们的恶是达到神面前 我们去是要告诉他们悔改的 不是去讨他们欢喜 约纳的信息 不见得讨他们欢喜 他们的悔改 还是神自己的作为的 了解这意思吗 可是你不能够因为觉得说 好了我顺服我过去跟他们做朋友 然后这个信息我就不太敢讲 我也不好意思讲不 你要让他们得到救恩 你就必须诚实的传递神 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指令 不讨神喜悦就是不讨神喜悦 除非悔改 但是你只要做完你自己的呼召跟责任 那就是神要你做的事情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我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约纳 在这当中给我们的一些些的提醒 我们跟约纳真的很像 对人缺乏怜悯的心 我自己也常常在这样子的理念 然后你看骄傲 约纳书里面 你以为听到 你以为的王听到约纳说 他只走了一天 对不对 那天其实那个城相当大 要走三天的路程 他走了一天 他觉得反正我有做就对了 上帝你要赦免就赦免 他们我也不想要再讲三天了 我就讲一天就好了 我只讲三分之一就好了 但是这个消息听到了 你以为的王那里 那个王就从宝座下来 坐在会议中悔改 可是约纳坐到城外 帐篷里面要观看 这个城有没有被神毁灭 一个是下来悔改 一个是在人眼盘观 神要不要审判 虽然我知道 审判的信息很重要 可是我知道 怜悯是向审判夸身 任何我们在等候审判 我们也不希望受到 神严厉的审判 不是吗 我们也希望神怜悯我们 不是吗 那为什么我们会期待 神严厉的审判 我们讨厌的那群人 或者我不喜欢的那群 或者他们不认识 神的那群人 我们还是在这当中 某个面前来讲 谁比较骄傲啊 我们比较骄傲 我们比较骄傲 了解吗 这群人搞不好听到 这个神要审判 希奇 他们愿意回改 当然 他们不回改 神自己会审判他们 但是希奇的事 民意为成 在约南宣告审判的时候 他们回改 当然我知道 后面 我有一天会在讲 纳红书的时候 你就知道 在纳红书的那个时刻 你以为就不再悔改了 神就真的行了审判 所以我知道 这些过程里面 重点不在于说 那一个城市的人 怎么反应 而在于我们 是不是顺服神的心意去做 有些时候 我们只要顺服神的心意 做成那个功 还是神自己在当中 彰显他的心意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在约南书里面 所做的事情 也是为了教导 约南 不是吗 约南有没有机会悔改 有没有 约南书里面 约南自己有没有悔改 有啊 神不是让大鱼 把他吞下去了吗 他就在于肚里面 开始跟神感恩 唱出感恩诗 神有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 有吗 那他为什么 那神给约南 给民意为人 第二次机会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其实我们面向 从约南书里面 我们都看见 神一直在彰显 对约南 彰显他的怜悯跟恩赐 好 那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约南也是这样 做事固执又缺乏原则 有没有 我也有 是这样子 我也这样 做事固执缺乏原则 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见约南的祷告吗 约南离可死 也不肯在船上回应神 对不对 对啊 她在船上 她可以祷告神 说好不好 神啊 我求你赦免我 我悔改 我愿意去 她没有啊 她不做这件事情 她叫水船 你干脆把我丢下去 我要死一死算 这样 你懂我意思吗 她不愿意祷告 她没有悔改 她反而真的到肚子里面 她到肚子里面 才开始做 祷告这件事情 然后你看 但是照泥泥为成的 又向神怎么样 求死怎么样 两次 她的祷告里面 你看 有没有 有一次是不愿意祷告 一次是祷告神 他愿意做 然后 他去做了之后 没有按照他心里 他又向神求死 有没有 他的心里面 他做事里面 他有他自己的既定的模式 神 他希望神按着 约南自己的祷告 来成就 对不对 我们都是这样子 神如果不按照你的祷告成就 你会不会很神奇啊 有会啊 我们跟月娜相不相 主啊 让我考上那一个学校 主啊让我认真那个工作 但是神没给你呢 会不会很神奇啊 不会 我们比较好一点 我们月娜好一点 是月娜 是性情干练 找我死了吧 我们其实某个面相来讲 也会 生命里头都会有像 月娜这个影子在 生命里头 我们 我们祷告的时候是 是 都有按照我们自己想要 但是我们想要神 附和我们 帮助我们 这是好的 神乐意成全 我说过祷告 神乐意成全 祂的心意在儿女身上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要学习 当神有更高的旨意的时候 是谁的生命要转弯吗 是我们的生命要转弯 是我们的祷告开始要改变 对吧 那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 一个突破的过程里面 但是我真的要说 在约拿书当中 约拿里面的这些反应 其实让我们看见 我等后面会谈谈 它的这些变化 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原因 其实最主要的是 有一个东西是 它立即主义的处事态度 有没有 等一下回来谈谈 你看水手 对耶和华的做事 旨意 它是怎么样 敬畏 敬畏 所以你看 刚才你们读的那个 有没有 当他丢进去的时候 风平浪静之后 他在决那个什么 他们第14节 你看 他们求告耶和华 说耶和华 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这人的陷命 使我们死亡 不要使留不顾论的罪 归于我们 因为你耶和华 是怎么样 谁自己意旨行事 如果一群不认识耶和华的人 都知道这样的神 他可以造自己的意旨行事 那约拿就代表是我们 都认识耶和华 都敬畏耶和华的人 我们难道不能够接纳神 造自己的意旨行事吗 可不可以 还是非得要神造 约拿的方式行事 可是你会发现 随手对约拿的 做事的意志是怎么样 敬畏 可是约拿对耶和华 做事的旨意是什么 法尼 各位这里面 再谈谈 利己主义里面 从哪边可以看得到最清楚 当碧玛树替约拿遮阴的时候 约拿就怎么样 大大喜乐 当碧玛树死后 约拿就怎么样 大大愤怒 神祝福以色列克里 神你不可以祝福你 你祝福他我就发怒 神给碧玛树遮盖约拿 我们就很快乐 神把那个遮盖拿走 我们就大大愤怒 各位其实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 约拿里面 有没有一点点的那种 所谓的民族意识 或者是那种自我的这种 有没有 有啊 跟我们还像 我们都渴望 我们都想要 我们其实某个面相来讲 都也有那种利己的 处事的态度 约拿书中的对比 相反你看到那群水手怎么样 他们为了救整船的人 怎么样 把他们的货物都怎么样 丢了有没有 把所有的贵重的东西 丢了就是为了让船轻一些些 真的各位 我要说 你知道约拿 你看他付了船价 各位 你不要想用船价很便宜啊 在古代要坐船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可见约拿应该算是有钱的 所以他可以马上付船说 马上说好我要跟你们走 赶快走吧 就走了 而这群人为了敬畏神 或者为了他把这些东西丢掉了 利益 如果他们真的是想要保持 那个利害关系的话 利益的话 这群人其实真的 只要知道是约拿的问题 就把他丢了就好了 懂意思吗 这群人想要救约拿 反过来约拿是在这当中 对于人的财物 对于人的信念没有感觉 再来你看到约拿的恶与神的恩典与灵命 一章二节谈到耶和华对约拿说 因他们的恶怎么样 达到我面前 四章六节 耶和华安排一颗壁马时期 高过约拿 引而遮蔽他的头 救他脱离苦楚 其实你又看这两个字 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苦楚可以翻为邪恶跟恶事 换句话讲 那个壁马 长过来是遮盖约拿的恶 我们翻成苦楚 可能就比较弱一点 可是如果你把它翻成恶 你就可以发现 神有没有怜悯约拿 神有没有教导约拿 有啊 神在教导约拿 我遮蔽你的恶 难道我不能遮蔽 这个城市的恶吗 我不能赦免他们吗 这还有刚才我们读到 那个吐出来 二章十节 鱼把它吐出来 那个吐其实在圣经里面 比较多的含义里面 是有负面的含义 为什么 立位记里面 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 典章 这一切可证悟的事 不论本地人 或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都不可行 各位 所以在这块土地 台湾也是 有些事情 神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基督徒 就连继续在这地的 或者不认识我的人 都不可行的 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不是只有说基督徒不可行 是有些事情 是所有人都不可行的 免得你们玷污那块地的时候 我上个礼拜有讲到 最会玷污地的 地就把你们怎样 吐出去 像吐出在你们以前 国民一样 可是我们能够在一个地方 安居乐业 都是神的怜悯 然后启示录也讲到 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能不热 这是讲到 前一期间教会里面的 老底家教本 你既如温水也不能也不热 所以我就把你从我口中 怎么样吐出去 所以吐基本上来讲 是有负面的含义 所以那条鱼把约拿吐出去 某个面相来讲 也是一种刑罚 要让他知道说 其实你的态度是不对的 OK 吐在圣经当中有负面 其实神已经在修剪这位先知 有没有 有 毕马术这件事情 也是神在修剪先知 让先知知道说 我神的恩赐跟怜悯 大过你自己所认定的 好 所以你看 约拿书中的一些 再看一些对 祷告 他可能缺乏真诚 或许 谁手和你你为人的祷告 很真诚 可是约拿的祷告里面 有一些很多的什么 埋怨跟 委屈 不是说这些埋怨 委屈我们不能跟神祷告 可不可以祷告 可以 可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埋怨跟委屈 是因为我们觉得 神没有按着我的心意 成就我所求所想的 所以我觉得我受了委屈 约拿 我讲过约拿 也有可能会认为说 人家会怎么笑我 说我是假先知 会不会 因为他说 你们不悔改 就要毁灭 结果当然这是个条件似的 可是他们真的悔改 神就没毁灭 他们人都觉得 假先知 哦 没共识 说神要来毁灭我们 结果也没毁灭 他会不会名声大受影响 面子挂不住 有可能 所以他会觉得受不受委屈 有可能受委屈 但是我们真的看见在这里面 水手的祷告很真诚 泥泥围成的祷告很真诚 相反的是在这个 约拿这位敬畏神的先知上面 他的祷告倒是充满了 比较多的埋怨跟委屈 然后缺乏对神的顺服 你看大自然 风海大雨 都顺服神的命令 但是 谁抗拒啊 这个故事里面 唯一抗拒的是谁啊 约拿 就是约拿 你看 所有的城的人都悔改了 船上的人也 也顺服神了 雨风海都是嘛 各位 这群这些水手 他们个人一开始都有自己的神 不是吗 都马上跟自己的神祷告嘛 对不对 后来发现风海浪没有停息嘛 是约拿告诉他们说 我敬畏怎么样 创造沧海汉地的耶和华 有没有 这一位悖逆的先知 对不对 第九节说 我是西伯来人 我敬畏 耶和华那 创造 沧海汉地之天上的神 各位 在其他一般的水手的信仰里面 管海的有海神 管船的有一些船的 管这个区域有这个区域的 管汉地有汉地的 管山有山的神 可是约拿告诉他们的这个神是管所有的 懂 意思吗 所以这群人听到当然就觉得 哇 那就是这么厉害的神啊 他们就大大地害怕了 有没有 那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 怎么让我们会这么惨 各位 这个神这么大的能力 约拿都不顺服 而这群其他的水手 却不断地在求告自己的神 我只能跟各位讲 很多的时候 基督徒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像不像约拿 像哦 我们不顺服神 我们的导泡里面也没有那么大的真诚 可是你会发现 很多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 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人 他们求告他们的神 这不真诚啊 真诚 他们对一些人的怜悯 搞不好都比我们更多 这是真实的 就像昨天有一位 是密宗的女孩子来到我教 和我们谈了一些事情 我知道密宗要翻转 真的比较难 因为他们的一些信念系统 真的受很大的扭曲 真的不容易 可是但是我也跟他们互动里面 刚才昨天有一些小色情 跟我们在一起 他们也有为尼泊尔祈福的法会 你知道我们和尼泊尔怎么样地震吗 他们顾面 尼泊尔那边的事情 相反的教会未必 不是吗 我们在祷告会里面 我们还是会纪念 可是我要说的是 他们的虔诚 和他们的那种 有时候 我们不能够说人家 败假的 他们是 假神 真败 我们是真神 假败 你们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的 我们真的要自己相信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这样子的生命的问题 所以约拿书在提醒我们的是一些 很真实的东西 计算人的恶也计算神的恶 约拿计算你你为人的恶 也计算神的恶 神赦免你你为人的恶 安排必马 也证明约拿的恶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这一卷书信里面 它其实要让约拿看见 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神怜悯那群人 但是神已经先怜悯了谁 约拿不是吗 神至少有给约拿机会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会发现 比较会计算人的恶的 往往也是我们的 对不对 当我们特别有时候 我们自己在 基督徒在这个生命的里头 有些时候我们的确很容易看到 罪恶 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会对于一些 罪恶不公义的事情 感到敏锐 这是合理的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的是求神一点 让我们有祂的心 来回应这些事情 或者我们也会很快的变成 因为我们没有这些问题 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好 那一群人是税吏跟罪恶 可是耶稣跟谁在一起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不要走到一个结果是 教会就变成好像我们觉得 我们就是一群义人 但是我们对于外面 还有对于一些不认识人的人 他们缺乏怜悯 其实他们反而跟我们怜悯 他们反而更谦卑 说不定 所以在这里面 我真的相信先知书 对这世代来讲 真的是还是有需要要读的 当然我说 约拿书在新约的意义 是预表耶稣基督受死跟复活 对吧 耶稣自己讲 除了约拿的神迹 我没有再有其他神迹 约拿的神迹 最大的就是在余渡三天 三天 然后之后又回到地上了 但是我觉得 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 临临为人 对比就刚才讲 那一群临临为人 那起来审判这世代 对比不愿悔改的犹太人 但同时也对比基督徒 不愿降服神 对吧 在约拿书里面 其实我们 跟约拿还蛮像的 那犹太人这一群人 也像约拿 也像 也像 对比那个 临临为人 所以耶稣说 临临为人 都要比这世代的这些 你们这些犹太人 更有益 因为他们听见了 约拿的信息就悔改了 耶稣比约拿更大 我来告诉犹太人 你们要悔改 你们通通不听 所以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里面你会发现 约拿里面 拥有真理不等于实践真理 对吧 约拿有没有真理 有啊 他有上帝启示他 你要去告诉他们 他们的恶经达到我面前 他拥有真理 他知道他们是做不对的 可是他要不要去告诉他们 不可以这样做 没有 不见得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宣告真理 也不等于实践真理 他也去宣告了 可是他坐在外面等着看 神的刑法跟审判 除非我们自己去活出 像这样子的生命出来 各位 服侍对象 有时候会等于我们的学习对象 承认吗 教学相长推磨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的服侍对象 有时候是我们的学习对象 我们从他们生命当中 去反思 去学习 我们对照起来 我们可能有时候更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我求神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去找怎么样敬畏神 怜悯 苍生这些所有的世人 然后听宣告 弃恶行 这种在你以为的这段书信里面 我们看见了 约纳书这段书信里面 我们看见了神的当中的一些心意跟教训 好不好 我们请吴老师 我们有一段时间 约纳书很精彩 其实从约纳书可以讲好多好多 我可以从约纳书谈宣教 我可以从约纳书谈祷告 我可以从约纳书谈很多很多东西 约纳书一讲讲不完的 我约纳书可以讲诗教 但是我现在只用一点点的东西 来跟各位分享 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我们这群基督徒跟约纳相不相 其实蛮相的 好不好 我们有一段时间也像神悔感 让我们真的能够以耶稣基督心为心 就像刚才一首歌 谦卑的心 最后一首歌刚才